维曼挡住了街道的灰尘与暑气,却挡不住失望。 丹尼丽丝疲倦地爬进车内,庆幸得以避开奎尔斯人眼睛的海洋。 让路!乔格在马背上一边对群众大吼一边抽打着鞭子。 让路!给龙之母让路! 扎洛赞往达索斯,鞋椅在凉爽的绸缎垫子上,将红宝石般的葡萄酒倒进一对香配的翡翠黄金高脚杯里。 尽管鱼车摇摇晃晃,他的手却很稳健。 我的爱之光啊!看到您脸上写着深深的悲哀。 他递给丹尼丽丝一支杯子,是否在为失落的梦想而难过呢? 延迟的梦想,仅此而已。 紧紧套在脖子上的银项圈摸得丹尼丽丽丝生疼,他把那项圈解开,放到一边。 项圈上嵌着一颗魔力紫水晶,扎洛保证这水晶能保护丹尼丽丽丝百毒不侵。 王族名声不佳,常把毒酒赐给那些他们认为危险的人,但他们连杯水也没给丹尼丽丽丝。 他们压根没把我看作女王,丹尼丽丝苦涩地想,我不过是午后的余性节目,一个带着古怪宠物的马族女孩。 当丹尼丽丽丝伸手去接葡萄酒时,雷哥发出了嘶嘶的叫声,尖利的黑爪子嵌入丹尼丽丽丝赤裸的肩膀。 他只好缩手,并将雷哥移到另一个肩膀,这样他就只能扒着衣服而扒不着皮肤了。 扎罗警告过他,风雅的王族绝不会听多斯拉克人说话,因此他按照奎尔斯风格穿着,一袭飘荡的绿绸缎,露出半边苏胸,脚套银色凉鞋,腰尾黑白珍珠腰带。 早知道这根本没用,我还不如光着身子去,也许我正该这么做。 他喝了一大口酒。 王族是古奎尔斯国王与女王的后裔,他们号令着市民卫队和一支豪华舰队,控制着连接不同海域的海峡。 丹尼利斯坦克利安想要那支舰队,即使只是一部分也好,他还想要一些士兵,为此他向记忆的神殿奉献传统的牺牲,向名册保管员送上传统的贡品,向门植开启者赠予传统的柿子,最后终于收到传统的蓝丝拖鞋, 传唤他前往千座之殿。 王族们高坐在先祖的巨大木座椅上,听取他的请愿。 木椅排成弧形,自大理石地板成截梯状,逐层向上,直打高高的圆形天顶。 天顶上,会着奎尔斯落日时的辉煌景象。 那些椅子不但巨大,而且雕工奇异,镀金的表面明亮辉煌,镶嵌着琥珀、玛瑙、玉石和翡翠,每张椅子各不相同,彼此争其斗艳。 只是坐在上面的人们,看起来个个无精打采,浑浑欲睡。 他们在听,却没有听进去,也不在乎听到的是什么。 丹尼丽丝想,他们才是真正的奶人,根本就不想帮我。 他们纯粹是因为好奇和无聊才来的,对我尖头的龙,比对我本人更感兴趣。 告诉我,王族都说了些什么? 扎鲁望着达索斯询问着,告诉我,他们说了什么? 令我心中的女王如此忧伤。 他们说不,这酒有石榴和夏日的味道。 当然,说得千功婉转,但在那些动听的言辞底下,仍然是不。 你赞美他们了吗?我厚颜的恭维。 你哭了吗? 真龙不会哭。 丹尼丽丝烦躁地说。 扎勒叹了口气。 您应该哭的,唉。 奎尔斯人动不动就掉眼泪,落泪被视为文明人的标志。 我们收买的那些人怎么说? 马索斯什么也没有说。 温德罗称赞我说话的方式。 优雅的埃根跟其他人一起拒绝我,但他事后却哭了。 唉,这几个奎尔斯人真没有信用。 扎勒本身并非王族,但他告诉丹尼丽丝该向谁行贿,美人该送多少。 哭泣吧,哭泣吧,为了人类的背信弃义而哭泣吧。 但丹尼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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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客会潜进我的宫殿 趁您熟睡的时候 谋害您 萨洛说 遗憾客是一个教团性质的古老杀手工会 他们在杀死受害者之前 总是轻声说 我很遗憾 故而得名 贺斯人最大的特点 就是彬彬有礼 俗话说得好 从王族那儿要钱 比给法罗斯的石牛挤奶还要难 丹尼利斯不知道法罗斯在哪里 但对他而言 奎尔斯遍地都是石牛 凭借海外贸易发财致富的巨商们 分为三个互相猜忌的派系 香料古工会 必喜兄弟会 以及十三巨子 扎洛属于后者 三个集团为了夺取贸易主导权而互相竞争 同时又和王族争斗不休 南巫们则在一旁虎视眈眈 他们有蓝色的嘴唇和可怕的力量 鲜少露面 鲜少露面但令人敬畏 如果没有扎洛 丹尼利斯早就不知所措了 他浪费在开启千座支店大门上的钱财 多半来自于商人的慷慨 与机智 世间还有真龙这一消息传遍了东方 越来越多的巡龙者前来探望 扎洛旺在达索斯规定 大家不论尊卑 都得向龙之母献礼 由他开启的涓涓细流 很快会成了汹涌的红巢 商船船长们带来密尔的蕾丝 一箱箱产自一地的藏红花 亚下的琥珀与龙晶 行路商人们献上一袋袋钱币 银匠送来纸环和项链 敌手为他吹笛 演员表演杂技 艺人玩弄戏法 染汁业者送他彩布 丰富的色彩是他前所未见的 两个纠克斯奈人 送给他了一匹斑马 黑白相见 性情凶猛 甚至有一个寡妇 献上了丈夫的干湿 表面附着一层银叶 据说这样的尸体 法力极其强大 尤其因为死者是个男巫 则更为有效 碧玉兄弟会 坚持送他一顶三头龙形状的王冠 魔龙全躯的躯体是黄金 翅膀是白银 三个头则分别由翡翠 象牙和玛瑙雕成 王冠是丹尼丽丝留下的唯一的礼物 其余的都卖掉了 一筹集那笔浪费在王族身上的钱 扎罗要他把王冠也卖掉 十三巨子会给他一顶更精良的王冠 他指天发誓 但丹尼丽丝坚决不允 维塞尼丝卖掉了我母后的王冠 因此人们称他为乞丐 我要留着王冠 人们才会当我是女王 丹尼丽丝留下了那王冠 尽管王冠的重量令他脖子酸疼 即使戴着王冠 我仍旧是个乞丐 丹尼丽丝心想 我是世间最为闪亮耀眼的乞丐 但终究是个乞丐 他痛恨这事实 想必哥哥当年也感同身受 他这么多年来 在篡夺者的杀手追杀下 从一座城市逃到另一座城市 一边向各位总督 大军和商界巨股祈求援助 甚至靠谄媚奉称换取食物 他一定知道他们是如何的瞧不起他 难怪会变得那么暴躁 那么难以亲近 最后终于被逼疯了 假如我放任自留 也会是那样的下场 丹尼丽丝内心的一部分 只想带着他的人民回到威斯托罗诺 重建那座死城 不 那等于失败 我有威斯利斯所不具备的东西 我有龙 有龙 一切 皆以改变 他抚摸着雷歌 绿龙并龙嘴巴 使劲地咬住他的手 车外 巨大的城市 鼓噪 沸腾 骚动 无数声响 汇合成一个低沉的和音 仿佛汹涌的海涛 让路 你们这些奶人 给龙之母让路 乔哥大喊着 奎尔斯人一向两边 其实只是要避开拉车的牛 而并非因为乔哥的喊叫 透过摇曳的围脉 丹尼丽丝瞥见乔哥 跨着灰色的战马 不时扬起 他送给乔哥的银饼长鞭 抽打着牛 阿哥守在渔车一边 拉克罗则在队伍后面骑行 负责查看人群 预防危险 今天 丹尼丽丝把乔拉爵士留在住处 守卫骑鱼的龙 被放逐的骑士 他从一开始便反对这个愚蠢的计划 他不信任任何人 丹尼丽丝心思 这不无道理 丹尼丽丝举起高脚杯喝酒 雷哥嗅了嗅酒 将头缩回来 嘶嘶叫喊 您的龙鼻子不错 扎了摸摸嘴唇 这酒很普通 据说在玉海对面 有一种金色葡萄酒 口味之家 只需喝上一小口 其他的酒喝起来 变像醋一样 让我们乘坐着 我的豪华游艇去寻访吧 就我们俩 世上最好的葡萄酒 产自清亭岛 丹尼丽丝宣布 他记得 雷德文伯爵 曾为父亲跟篡夺者战斗 属于少数到最后 仍保持忠诚的人 他也会为我而战吗 许多年过去了 什么都无法确定 和我一起去 清亭岛吧 扎落 去尝尝最美妙的家酿 但我们得坐战舰去 而不是游艇 我没有战舰 战争对贸易不利 我告诉过您许多次了 扎落赞王达索斯 是个和平主义者 扎落赞王达索斯 是个拜金主义者 丹尼丽丝想 但他的金钱 可以为我买到 我需要的船只和战士 我又没有让你拿起舰来 只是想借你的船 没错 扎落 微微一笑 商船我现在是有几条 但谁能说清 明天又有多少呢 或许此刻 就有一艘船 遭遇夏日之海的暴风雨 正在沉没呢 等到明天 另一艘 也许会撞上海盗 因而葬身海底 再下一天呢 我的某位船长 或许会寄予 苍重的财富 起了 这些都属于我的念头 这些呀 都是做生意的风险 您瞧瞧 我们聊得越久 我拥有的船 就可能逐渐减少 我每时每刻都在变穷 把船借给我 我保证让你连本带利地收回来 嫁给我吧 璀璨之光 扬起我心中的风帆 我想着您的美 夜夜无眠 丹尼利斯微笑了 扎洛动人的感情宣言 令他感到有趣 但扎洛的言行并不一致 乔拉爵士扶丹尼利斯上车的时候 视线几乎无法从丹尼利斯裸露的一侧胸脯移开 但扎洛即便在如此狭窄的空间里 也根本不在意丹尼利斯的身体 丹尼利斯还发现 无数的漂亮男孩聚集在这位巨商身边 穿着薄薄的丝绸 在他的宫殿里来来去去 你说得真动听 扎洛 但我听出你的言外之意又是一个 不字 您说的铁椅子听起来又硬又冷 简直是个怪物 一想到那些参差不齐的尖刺 划破您可爱的肌肤 我就心疼得无法忍受 扎洛鼻子上的珠宝 让他看上去像只光彩夺目的怪鸟 他摆了摆修长雅致的手指 已是否定 就把这里当作您的王国吧 最最高贵的王后 让我成为您的国王 如果您喜欢 我会送给您一个纯金的王座 如果您厌倦了奎尔斯 我们可以周游玉海 去一地旅行 寻找诗人口中的梦中之城 用死人的头颅 搓饮智慧的美酒 我要航向威斯特鲁 用篡夺者的头颅 搓饮复仇之久 丹尼里斯 挠挠雷哥的眼带 雷哥翠绿的翅膀 稍稍展开 搅动了车里静止的空气 一滴晶莹的泪珠 从扎尔散往达索斯脸上 滑落下来 没有什么 可以改变您的狂热吗 没有 丹尼里斯希望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比较坚定 如果十三句子 每位借给我十艘船 您就会有一百三十艘船 却没有驾驶船的船员 您的正义 对奎尔斯人而言 毫无意义 我的水手们 凭什么要关心 在世界边缘的某个王国 由谁坐上王座呢 我会付钱让他们关心 哪来的钱呢 我可爱的天堂之心 用寻防者送的钱 你可以试一试 扎勒承认 但您需要买到许多的关心 代价可是不非 哦 再说了 我慷慨的程度 已经让整个奎尔斯笑话我败家了 而您需要的钱将远远多于当下的支出 如果十三句子不肯帮我 或许我该请求香料工会 或者必喜兄弟会 哦 扎勒扎扎扎扎扎的送了送钱 除了工卫和谎言 他们什么也不会给您 香料工会 有伪君子和吹牛大王当家 而兄弟会里 全是海盗 看来我不得不听从帕亚普利的话 去找男巫们帮忙了 帕亚普利 巨商猛地坐直了身子 他是个蓝嘴唇的家伙 蓝嘴唇直吐得出谎言 这句俗话千真万确 请相信爱您的人吧 男巫是一群难以相处的怪物 他们从尘土和阴影中 摄取养分 他们能给您的只有虚无 因为他们一无所有 如果我的朋友 扎勒旺赞达索斯 能够满足我的需求 我又怎么会想到 去寻求男巫的帮助呢 哦 我已经把我的家 和我的心都给了您 难道您都不在意吗 我给了您香水和石榴 翻跟头的猴子和土性的蛇 神像的头颅和恶魔的脚 还有来自失落的瓦雷利亚的卷轴 我还送了您这顶 黑檀木与黄金制成的鱼车 外加一对相匹配的公牛 它们一头白如象牙 一头黑如乌玉 鸡脚上都镶嵌着珠宝 不错 不错 丹尼里斯说 但我想要的只是船只和士兵 绝代佳人 我不是给了您一支军队吗 一千名骑士 每个都穿着闪亮的铠甲 铠甲 丹尼里斯和紫水晶 每一个都有丹尼里斯的小指头那么高 一千名可爱的骑士 丹尼里斯说 却不能让敌人畏惧 公牛也无法载我渡海 我为何停下了 公牛放慢了脚步 鱼车猛地停了下来 卡丽西 阿哥隔着帘子喊道 丹尼里斯单手支撑 斜移着探出头 他们已经在集市边缘了 前方的道路 被一堵厚实的人墙挡住了 他们在看什么 乔哥骑着马 回到丹尼里斯面前 一个活法师 卡丽西 我也想看 没问题 多斯拉克人向下伸出手 让丹尼里斯握住 随即将他拉上自己的马 并让他坐在前面 如此 他的视线就能越过人群 只见活法师 凭空召唤出一道火梯 不断摇曳 不断摇曳 盘旋的橙红火梯 直直地伸向高处 格子状的天花板 底下却没有任何支撑 丹尼里斯 卡丽西 看到那个戴战帽的女孩了吗 就在那 在那个胖祭司后面 她是个 爬手 丹尼里斯 替乔哥 把话说完 他可不是娇生惯养 没见过世面的贵族小姐 随着哥哥 为了躲避 篡夺者雇来的杀手 而四处流亡的岁月里 他曾经在 自由贸易城邦的街道上 见过许多爬手 法师不断地比划 双臂大幅度地摆动 他催促着火焰 越升越高 观众都伸长了脖子 抬起头 爬手们则在人群中挤来挤去 掌中暗藏小刀 他们一只手麻利地 窃走大量钱财 另一只手向上 指指点点 等剧烈燃烧的梯子 达到四十尺高 魔法师向前一跃 像猴子一样 沿着他 两手交替地迅速攀爬 每跨过一阶 那一阶 就在他的脚后消散了 只余下一缕银色的烟 当他爬到顶端 人和梯子便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不错的把戏 乔哥忍不住赞叹 不是把戏 一个女人用通用语说 丹尼丽丽丝之前没有注意到 奎西在人群中 但他就在那 水汪汪的眼睛在一成不变的红漆面具下闪动 您这话什么意思 夫人 半年之前 此人连用龙巾生火都不行 只会一些 使用火药和野火的雕虫小技 充其量 能吸引几个无知渔人围观 好让他的爬手们有活可干 他可以走过炙热的炭 或是让燃烧的玫瑰在空中盛开 但绝不会期望攀上一道火梯 就像普通渔民不会期望 在网中捕到海怪一样 丹尼丽丝不安的 妄想刚才梯子所在的地方 现在连烟都消失了 人群正在散去 各忙各的去了 当然不久之后 许多人就会发现 自己的钱包已空空如也 那现在呢 现在她的力量增强了 卡丽西 这是因为你的缘故 我 丹尼丽丝大笑起来 怎么可能 那女人走过来 两根手指搭在丹尼丽丝手腕上 你是龙之母 不是吗 她当然是 暗影之子不可碰她 乔哥用鞭子瓣 将葵西的手指拨开 那女人后退一步 你必须赶快离开这座城市 丹尼丽丝坦克里安 否则就走不了了 手腕上被葵西碰过的地方 有些刺痛 你要我去哪里 她问 要去北方 你必须向南走 要达西境 你必须往东 若要前进 你必须后退 若要光明 你必须通过阴影 亚夏 丹尼丽丽丝心想 他要我去亚夏 亚夏人会给我军队吗 她问 在亚夏我能得到金钱吗 那有船吗 亚夏有什么东西 是我在奎尔斯找不到的呢 真相 戴面具的人回答完了 接着鞠了一躬 消失在了人群之中 拉克罗从他下垂的黑胡子后面 轻蔑地哼了一声 卡里西 一个人宁肯吞下蝎子 也好过相信暗影之子 他们不敢在日光下 显出自己的脸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阿克赞同 萨洛赞往达索斯 靠在垫子上 把他们的整个对话 都看在眼里 等丹尼丽丝爬回渔车 坐到他身边时 他说 你的野蛮人 有他们所不自知的智慧 亚下人所能提供的真相 会让你哭笑不得的 他又塞给丹尼丽丝一杯酒 一路上谈论着爱情与欲望之类的无聊话题 直到回到他的宅地 丹尼丽丝回到套房 总算得到了安静 他脱下华丽的服装 换上一件宽松的紫色丝袍 他的龙都饿了 因此他切碎了一条蛇 将一块块肉放在火盆上烧烤 他们在成长 他一边看着小龙狼吞虎咽 互相争夺焦黑的肉 一边想 他们比在威斯陀罗罗时 重了一倍 即使如此 恐怕还要有许多年 他们才能长到能上战场的地步 在此之前 他们还必须接受训练 否则会把我的王国化为废墟 丹尼丽丝尽管有着坦格利安家的真龙血统 却丝毫不懂得如何熏龙 太阳西尘时 敲拉摩尔蒙爵士来找他 王族拒绝了您 和你预测的一模一样 来 坐下 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丹尼丽丝让他坐到自己身边的垫子上 机器送上来一碗紫橄榄 和泡在葡萄酒里的洋葱 您在这座城市得不到帮助 塔利西 乔莱爵士用拇指和食指 夹起一颗洋葱 我一天比一天更肯定 王族们的眼光 越不过奎尔斯的城墙 而扎罗 他又向我求婚 是的 我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 绝世皱眉的时候 两条浓密的黑眉毛 在他深陷的眼睛上方 纠结成一团 他想着我的美 夜夜无眠 哈哈哈哈 丹尼丽丝大笑起来 恕我无礼 女王陛下 他想的是你的龙 扎罗向我保证 在奎尔斯夫妻婚后 可以保有各自的财产 龙是我的 他微笑着说 卓梁在大理石地板上一边跳 一边拍打翅膀 跑了过来 像爬上丹尼丽丝身边的垫子 他说的没错 我只是有一点故意隐瞒了 不管是什么 都不能拒绝 一件东西 山丹尼丹尺丹尼丽丹丽丽丽丽丝 不管是我的天 不能拒绝 只要一条龙 砸了赞往达索斯 hiç Undert comes 就能统治 这座城市 但一艘船 给我们的帮助 却相当aao 轻轻悲哀地反思着男人的无信 我们从千座之殿回来的时候 经过集市 他告诉乔拉爵士 我遇到了魁西 他告诉乔拉爵士 活发师和火梯的事 还有戴红旗面具的女人 说的那些话 我打心眼里盼望 离开这座城市 待他说完 骑士说 但不是去亚夏 那去哪里 东方 骑士说 此地离我的王国 已有半个世界那么远 如果再往东 我也许永远回不了 威斯特罗了 如果您往西 那就是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 坦格里安家族 在自由贸易城邦 有朋友 他提醒着骑士 比扎拉和王族 更忠实的朋友 如果您指的是 伊利利歐总督 我相当怀疑 只要能得到足够的利益 伊利利歐会毫不犹豫地 把你卖掉 就跟卖奴隶一样 我和哥哥在伊利利歐的宅子里 做了半年宾客 如果他有心出卖我们 早就动手了 他的确出卖了你们 乔拉爵士说 他把你卖给了卓格卡奥 丹尼利斯 张红了脸 骑士所说的是事实 但是丹尼利斯受不了 骑士尖刻的直白 伊利利歐保护我们 免遭篡夺者的伤害 他相信哥哥的理想 伊利利歐除了伊利利歐自己 什么都不信 贪食的人必然贪婪 这是一条定律 而掌权者又总是生性狡猾 伊利利歐总督 两样都占了 您真正了解他吗 他给了我龙蛋 吃 骑士对此嗤之以鼻 如果他知道这些龙蛋能孵化 早坐在上面亲自孵了 丹尼利斯情不自禁地笑了 哦 这点我毫不怀疑 绝世 我对伊利利歐的了解 比您想象的要多 当我离开他 在潘托斯的宅邸 嫁给我的日和薰的时候 的确还是个孩子 但我不龙也不瞎 而我现在 也不再是孩子了 就算伊利利利歐如您想象的 算是个朋友 骑士固执地说 他也不够强大 无法靠一己之力 帮助您登上王座 否则您的哥哥 当初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 但他很富有 丹尼利斯说 也许不如扎鲁 却足够为我雇佣船和人手 佣兵有他们的用场 乔拉绝是承认 但您无法依靠自由贸易城邦的那些渣子 来迎回您父亲的王座 没有什么比一支入侵的军队 更能捏合一个分裂的国家 我是他们真正的女王啊 丹尼利斯抗议着 您是个陌生人 还意图带着一支连通用语 也不会讲的外籍军团 登上他们的海岸 威斯特罗的诸侯都不认识你 他们反而有充分的理由畏惧你 怀疑你 因此在你起航之前 必须赢得他们的拥戴 多多少少都好 好啊 如果我照你的建议去东方 又如何能赢得他们的拥戴呢 骑士吃下一颗橄榄 把果盒吐到手心里 我不知道 陛下 他承认 但我知道 您在一个地方待得越久 就越容易被敌人发现 坦格利安这个姓氏 仍然让他们惧怕 以至于听说您怀了孩子 就派人来谋杀 如果他们得知您有了龙 又会怎么做呢 卓梗 蜷缩在丹尼利斯的手臂下面 像一块在烈日下 爆晒了整天的石头 那么烫 雷格和威赛利安正为了一块肉而争斗 用翅膀互相击打 烟雾丝丝的从鼻孔喷出来 我桀骄不驯的孩子们 丹尼利斯心想 他们绝不能受到伤害 彗星把我领到奎尔斯 必有其目的 我本希望在这里找到我的军队 但那似乎并不可能 我不禁自问 还会有什么呢 我很恐惧 丹尼利斯意识到了这一点 但我必须勇敢 其实明天你去找拍呀 不利 这女孩从来不哭 米塞拉贝拉星虽然小小年纪 但天生就是个公主 她是莱尼斯特家的人 尽管她没这个姓 提亮提醒自己 她身上流着莱尼斯特的血液 瑟士和詹姆的血液 当米塞拉的兄弟们 在海杰号甲板上 向她告别的时候 她的微笑中有一丝战力 但这女孩知道如何应对 她的话勇敢而有尊严 到了分别时刻 哭泣的是托曼王子 安慰她的是米塞拉 提亮站在 拉布国王之锤号高耸的甲板上 俯视着告别仪式 拉布国王之锤号 是一艘四百奖的巨型战舰 奖手们将她简称为 拉布之锤 她是为米塞拉此行护航的主力 此外 施星号 猎风号 和莱娜小姐号 也将同行 王家舰队中有好些船 当年随史丹尼斯公爵攻打龙石岛 再也没有回来 从那以后海军一直元气不足 而今又要分出一部分 提亮深感不安 但瑟西绝不允许减少护卫 或许瑟西比我明智 若是公主在抵达阳几城前被俘 与多恩的联盟就会顷刻间土崩瓦解 到目前为止 盗朗·玛泰尔只是召集诸侯 一旦米塞拉平安抵达布拉佛斯 他允诺 会将军队向爱口移动 由此威胁边疆地的领主 动摇他们的忠诚 并减缓斯丹尼斯北境的速度 其实这只是虚张声势 除非多恩本土遭到攻击 否则玛泰尔家绝不会真正参战 而斯丹尼斯当然不会蠢到那种地步 不过或许能够刺激他旗下的诸侯 做出蠢事 提亮心想 我该把这种可能列入考量 他清了清嗓子 清楚命令吧 船长 是的 大人 我们沿着海岸行驶 保持陆地在视线范围内 直到抵达谢爪半岛 从那里我们横穿峡海 航向布拉佛斯 途中绝不能使进龙石岛的视野之内 如果偶然遇上了敌人 该当如何呢 如果对方只有一艘船 我们主动将其赶走或击沉 若对方出动船队 就由列封号紧贴海杰号保护 其他舰船组织战斗 嗯 提利昂点点头 就算情况不妙 小巧的海杰号也应当能摆脱追逐 他翻大 船小 比当前任何一艘战舰都快 至少他的船长如此声称 只要米塞拉抵达布拉佛斯 想必能确保安全 提利昂派亚里斯 阿克厚特爵士 做公主的贴身护卫 又请布拉佛斯人 护送公主前去阳极城 布拉佛斯是自由贸易城邦里 最强大 最有势力的一个 斯坦尼斯也不能不买他的账 从军邻到多恩 经由布拉佛斯 虽不是最短的路径 却是最安全的 至少提利昂如此期望 假若斯坦尼斯得到了 这次护航的情报 不趁此机会来攻打军邻 更待何时呢 提利昂不禁回望向黑水河 注入海湾的河口 天边一条绿线 丝毫不见翻影 他方才感到安心 最新情报显示 由于科特的庞罗斯爵士 继续以故去的兰里之名 坚守城池 布拉西恩舰队 依然在围困冯西宝 与此同时 提利昂的脚盘塔 也已完成了四分之三 此时此刻 人们正将一块块沉重的石头 吊上去放置就位 无疑正边做边骂 诅咒提利昂让他们在节庆时间工作 哼 随他们骂吧 再有两个星期 斯丹尼斯 我只要你再给我两个星期 半个月后就一切就绪了 提利昂看着外甥女 跪在总主教面前 接受祝福 保佑旅途平安 阳光 透过水晶冠冕 散射出七彩虹光 照在米塞勒扬起的脸上 河边的喧闹 使提利昂听不清道词 只得希望诸神的耳朵 比他灵敏 宗主就要胖的 像座房子 比拍戏还会 装枪做事 滔滔不绝 够了老家伙 结束吧 提利昂恼火的响 诸神听够了你的唠叨 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呢 我也是啊 好不容易 等总主教叙叙叨叨结束 提利昂便跟老补国王之锤号的船长道别 把我外甥女平安的宋帝布拉佛斯 回来 你就是骑士 他许诺 提利昂沿着倾斜的木板 走向码头 感觉到四周投来不善的目光 船身轻轻摇晃 使他蹒跚得比以前更厉害 我打赌他们想笑 只是没人敢 至少没人敢公开嘲笑 但是提利昂听到了小声的嘀咕 加在木板绳索的直嘎声和河流冲刷木桩的声音里 他们不喜欢我 他心想 好吧 这也难怪 我吃得饱 我吃得饱 长得丑 而他们正饿着肚子 波龙护卫他穿过人群 来到姐姐和外甥们身边 瑟西只当没他这好人 更加热烈的向堂弟展示微笑 提利昂看着他朝兰塞尔贫送丘波 那双眼睛绿的和他白皙脖子上的翡翠项链一般 他自己会心的笑了 我知道你的秘密 瑟西 他心想 姐姐最近常拜访总主教 以求在与斯丹尼斯即将来临的斗争中 诸神能够保佑他们 或者说他希望 提利昂如此相信 实际上 每当短暂造访背了大圣堂之后 瑟西便会换上普通的棕色旅行斗篷 溜出去密会某个雇佣骑士 那骑士似乎名叫 奥斯蒙·凯特·布莱克爵士 他还有两个跟他一球之合的弟弟 奥斯尼和奥斯福利 这一切 兰塞尔都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提利昂 瑟西是打算利用凯特·布莱克兄弟 来收买一群自己的佣兵 好啊 就让他享受密谋的快感吧 每当他以为自己胜过我一筹 就会变得比较可爱 凯特·布莱克兄弟会讨瑟西喜欢 收他的钱 承诺他的一切要求 何乐而不为呢 因为波隆会给出相同的价格 一分不差 这三兄弟外表亲切和蔼 实际上却是些无赖 对于行骗远比作战要擅长 瑟西等于替自己买到了三面大鼓 要敲多响就有多响 里面却空无一物 对此提利昂觉得有趣极了 号角响了起来 师兄号和莱娜小姐号 始出低暗 顺流而下 为海杰号开导 岸边的人群 发出了几声零星的欢呼 如空中的流云一般 嘻嘻啦啦 米塞拉站在甲板上 微笑着挥手 亚里斯·奥克互特爵士 站在他身后 爵士的白袍随风飘动 船长下令松开揽绳 船长推动海杰号 驶入黑水河的急流中 背风张帆 普通的白帆 而非兰尼斯特的身红布料 提良坚持这样安排 托曼王子啜泣起来 你哭得像个吃奶的婴儿 他哥哥私生对他说 做王子的 不该哭 龙骑士一蒙王子 在乃里斯公主 嫁给他的哥哥一梗那天 就哭了 三上是他可说 男生兄弟伊利克爵士和亚里克爵士 在互相给予对方致命一击之后 也双双掉下了眼泪 安静 否则我叫马林爵士 给你致命一击 乔弗里 告诉他的未婚妻 提良瞥了一眼姐姐 色喜正全神贯注地听巴龙史文说话 他真的盲目到 看不清他那个乔弗里是个什么东西吗 提良疑惑地想着 河面上裂峰号紧随海杰号下降 顺游滑行 殿后的是老伯国王之锤号 王家舰队的脊梁 尤其在去年又有不少船只 随史丹尼斯去了龙石岛之后 他愈发显得宝贵 这五艘护航舰 由提良仔细挑选过 根据瓦里斯的情报 可以回避了那些 在忠诚方面 实看忧虑的船长 不过瓦里斯自身的忠诚 也值得怀疑 提良仍旧有些担忧 我太依赖瓦里斯了 他反思 我需要自己的情报来源 但无论是谁 我都不会相信 信任会惹来杀身之祸 他再度想起了小指头 贝蒂尔贝利斯一去苦求 音讯全无 这也许没什么意义 又或许事关重大 连瓦里斯也搞不清事实 太监猜想 小指头也许在路上遭遇不测 甚至可能被杀 提良对此嗤之以鼻 小指头是死人 那我就是巨人 比较现实的可能性是 提利尔家正在刻意推延联姻谈判 以待局势明朗 这一招提良早已料到了 如果我是梅斯提利尔 大概宁肯要 乔夫里的头挑在枪尖上 也不要他把那玩意儿插进自己的女儿身体里吧 带小舰队伸入海湾 斯便下令回城 波隆欠来提良的坐骑 扶他上马 这本是波特里克派的任务 但提良将波特留在了红宝 在公共场合 有这个受长的佣兵伺候 更加令人放心 狭窄的街道上 两边罗列着都城守备队 他们用长矛挡住人群 杰斯林 白瓦特爵士当先领路 带着一对黑锁甲金袍子的枪骑兵 在他之后 是埃伦桑他家爵士 和巴隆史文爵士 他们高举着国王的旗帜 一边是莱尼斯特的怒吼雄狮 一边是白拉仙的宝冠雄鹿 乔夫里国王 骑一匹高大的灰马 跟在后面 金色卷发上 戴着一顶金冠 桑莎斯塔克 骑一匹绿色母马 走在乔夫里身边 目不斜视 浓密的赤褐色头发 罩着月长石发往 披伞在肩 两名玉林铁卫 在他们两侧保卫 猎狗位于国王右边 曼德摩尔爵士 位于斯塔克女孩的左边 接下来 是仍在抽气的托马 白袍白甲的 布里斯顿 格林菲尔爵士 跟随着他 然后是 瑟西 又兰塞尔爵士 陪伴 负责保护的是 马林特兰爵士 和波罗斯 布朗恩爵士 提梁跟随着姐姐 在他们的后面 是坐着教子的 总主教 和一长串庭城 和了斯雷德文爵士 贪得不就 夫人和他的女儿 加拉巴索尔 格尔斯 罗斯比伯爵 以及其他人 最后 有两列卫兵 殿后 在那两排长矛后面 拉特 肮脏 不休蝙蝠的民众 用充满恨意的目光 阴沉的 凝视着 骑马的人们 我一点也不喜欢 这情景 提梁想 他已经命令波隆 派出二十个云兵 混进人群 预防有事故发生 或许 斯西对他的 凯特贝克兄弟 也做了 类似的部署 但提梁觉得 这起不了 多大作用 假如火势太猛 即使抓把葡萄干 撒进锅里 布丁 依旧会讨教的 他们穿过 渔民广场 沿着烂泥道骑行 然后拐到 狭窄弯曲的沟下 开始攀登 一梗高丘 年轻的国王 经过时 有些人高呼 乔弗里万岁 万岁 万岁 但保持沉默的人 占了百分之九十九 这群 兰尼斯特家人 穿越了 衣衫蓝绿 饥饿难耐的人海 面对着一片 阴郁 压抑的怒潮 在 底梁面前 塞西正和兰塞尔 纵声说笑 但底梁怀疑 塞西的愉悦 是装出来的 姐姐不可能忽略 周围气氛的 诡异 不安 只是向来喜欢 逞强而已 刚爬到一半 只见一名妇女哀嚎着 从两名守卫间挤过来 冲到街道中央 将一具死鹰高举过头 挡住了国王和他的同伴们的去路 那尸体肿胀 瘀青 奇形怪状 然而最恐怖的 却是这个母亲的眼睛 一开始 乔弗里似乎打算驱马 将那女人踩倒 但 桑莎史塔克靠过去 跟他说了些什么 于是国王 开始在钱包里摸索 最后 将一枚银路壁 朝女人丢了过去 银壁在孩子身上弹开 滚过金袍卫士脚下 落入人群之中 历时掀起了一阵 撕打争夺 可那母亲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骨瘦如柴的手臂 似乎很难支撑儿子的尸体 正不住的颤抖 走吧陛下 瑟西朝过王海 可怜的东西 我们搬不了他 瑟西的话 将那母亲听到了 不知怎的太后的声音摧毁了那女人仅存的理智 她原本呆滞的脸因厌恶而扭曲起来 婊子 她尖叫着 是君者的婊子 乱伦 她指向瑟西 将死鹰像面粉袋一样投过去 乱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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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梁的注意力全在前方 没看见那坨粪是谁扔的 只听三婶倒抽了一口气 乔弗里便咆哮着咒骂开来 提梁转过头 见国王正在擦拭着脸上的棕色污秽 金发上也沾了不少 还有些 见到了三婶腿上 谁扔的 乔弗里 尖声喊叫 她把头发往后拢 甩掉一把粪 满脸狂怒 给我抓出来 她大喊 谁把她交出来 悬上一百金笼 在上面 人群中有人喊 国王赤马绕了一圈 审视上方的屋顶和阳台 人们在互相指点 推计 咒骂 咒骂彼此 也咒骂国王 求求您陛下 就放过他吧 三婶恳求着 国王不理他 把扔脏东西的人抓出来 乔弗里命令 他不给我舔干净 我就要他的脑袋 狗 你去抓 桑德克里冈听命 纵身下马 但他无法穿越 血肉构成的 重重大墙 更别说上屋顶了 近处的人 蠕动着 推嗓着 让路 远处的人 却想挤进来看热闹 体梁 嗅出了 灾难的味道 克里冈 停下来 那人早跑啦 我要抓他 我要抓他 乔弗里指向屋顶 就在上面 狗 砍出一条路 把他带 他的话 淹没在了一阵 骚动之中 愤怒 恐惧与憎恨 构成的响雷 从四面八方 滚滚而来 将他们吞没了 砸中 有人对 乔弗里尖叫 杂中 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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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些人 朝太后 大喊 婊子 乱伦 提梁 则受到了 怪胎 和半人的攻击 谩骂中 还混杂着一些呼声 如主持正义 罗伯万岁 罗伯国王万岁 少郎主万岁 史丹尼斯万岁 甚至 兰里万岁 街道两侧 军士 人群 涌动 几项毛干 金袍 为什么 拼命地 维持防线 石块 粪便 以及各种乌物 从头顶 嗖嗖飞过 给我们吃的 一个女人 高呼 面包 他后面一个男人 大叫着 我们要面包 擦中 转瞬之间 上千个声音 一起呼喊 乔弗里国王 罗伯国王 和史丹尼斯国王 都被放在了一旁 只有面包国王 统治天下 面包 他们不断地叫嚷着 面包 面包 迪良一提马刺 奔到姐姐身边 高喊 回城堡 快 索西略一点头 蓝塞尔爵士 拔出剑来 队列前端 杰斯林 白瓦特 正大吼着发令 骑兵们 炫急挺枪 排成歇行队形 国王 焦急地 骑着马 兜着圈 无数只手 越过金袍 卫士的防线 朝他抓去 有一只手 成功地 抓住了他的腿 但只有一刹那 曼登爵士 手起见落 那只手 骑腕而断 快跑 提良 对外甥喊着 并狠狠地 在乔弗里 骑的马的屁股上 拍了一掌 那马后腿 给人力仰天思鸣 跟随着骑兵队 往前冲去 人潮在前面散开 提良紧跟着 国王的马 闯入这一缝隙 波龙提剑相随 侧马飞奔之际 一块凹凸不平的石头 擦着提良的头皮 飞过 一颗腐烂的白菜 砸到了 曼登爵士的盾牌上 四散飞剑 在他们左侧 三名金袍卫士 被汹涌的人群 击倒 接着 人群踩过躯体 涌向前来 猎狗的马 仍在 跟随着队伍 但其主人 已不见踪影 提良 看见 艾伦桑他家 从马鞍上 被拽了下来 手中 白拉仙家的黑金旗帜 也被扯掉 巴龙史文爵士 则扔下了 莱尼斯特的狮子旗 拔出长剑 他左披右斩的档口 落下的旗帜 被人群撕开 千百块蓝绿的碎片 如暴风中的红叶一般 旋转飞舞 请客间 便归于无形 有个人 跌跌撞撞地 出现在乔弗里马前 国王驱马踏过 只听提下一声惨叫 提良便不清 那是男人 女人 还是小孩 乔弗里脸色苍白 只管向前狂奔 曼登摩尔爵士 伴随在左 犹如一道白影 突然之间 那个疯狂的世界 已被抛在了身后 他们哒哒哒地 穿越城堡前的 鹅卵石广场 一列长枪兵守卫着大门 杰斯林爵士 正重整枪骑兵 准备再次冲锋 长枪兵对列 则向两边分开 放国王一行人 通过铁闸门 淡红色的城墙 高耸于头顶 其上挤满了十字弓手 令人安心 提量不济的 自己是如何下的马 直接门灯爵士 把颤抖着的国王 扶了下来 瑟西 托马和兰塞尔 也骑马跑过大门 马林爵士和波罗斯爵士 紧随其后 波罗斯的剑上血迹斑斑 而马林后背的白袍 已被撕掉 巴龙史文爵士的头盔 不见了 他的坐骑大汗淋漓 口吐鲜血 后来 雷德文护着 坦达伯爵夫人回来 可是伯爵夫人的女儿 罗里斯被撞下马去 没能逃脱 伯爵夫人急得 快要发疯了 盖尔斯伯爵的脸色 比平日更灰白 他结结巴巴的讲述 总主教如何从轿子里跌了出来 人群一拥而上 而他 尖声祈祷 加勒巴索尔 似乎看到 玉林铁位的 布里斯顿格林菲尔爵士 冲回了 总主教那轻浮的轿子旁边 但他不能肯定 迪梁隐隐约约的意识到 有个学士正在询问他是否受了伤 他二话不说 推开庭院里的人群 来到外甥面前 外甥的王冠 歪在一边 上面凝结着粪背 叛徒 乔夫里正激动的嚷嚷着 把他们的头 统统砍掉 我要 诸如朝乔夫里泛红的脸上 重重的就是一巴掌 打飞了王冠 接着他一把将乔夫里 推倒在地 仰腿便踢 你这瞎了眼的大蠢货 他们是叛徒 乔夫里在地上嘶喊着 他们辱骂我 攻击我 那是因为你放你的狗 去对付他们 你以为他们会怎样 乖乖地跪下来 人猎狗宰割 你这个被宠坏了的小屁孩 一点头脑都没有 除了克里刚 天知道还有多少人 给你害死了 而你居然逃掉了 毫发无伤 你这该死的 他用力地踢着乔夫里 这感觉真过瘾 他想多踢两下 但乔夫里大声哀嚎 曼德莫尔爵士便将提梁拉开 随后波龙将他一把抱住 瑟西将兰塞尔丢给巴龙史文爵士 自己跪倒在儿子身旁 提梁 拨开波龙的手 还有多少人在外面 他大吼着 也不知道 是在对谁说话 我女儿 坦德伯爵夫人哭诉着 求求你们 得要谁去救罗里斯 普雷斯顿爵士没有回来 波罗斯布拉恩爵士汇报 埃伦桑他家也没有 嗯 保姆也没回来 波罗斯雷德文爵士说 那是众侍从给小提里克·莱尼斯特 骑的绰号 提梁环顾庭院 斯塔克家的女孩呢 一时全场静默 最后 乔弗里开口了 他一开始骑在我旁边 之后 我就不知道他去了哪 提梁 用麻木的手指 按住 隐隐作痛的太阳穴 若是孙莎斯塔克 有个三长两短 詹姆难逃一死 曼登爵士 你是他的护卫 曼登爵士不为所动 当他们开始围攻猎狗 我首先想到的是国王 正该如此 斯西插嘴说 波罗斯 马林 回去找那女孩 还有我的女儿 潘的伯爵夫人 啜泣着 求求你们了 爵士们 波罗斯爵士 看来并不想离开城堡 这安全之地 陛下 他告诉太后 只怕我们身上的白袍 会激怒暴民 提梁 受够了 让义鬼 把你那草他妈的袍子 拿去吧 不敢穿就给我脱掉 你这该死的笨蛋 但是你得把桑莎找回来 否则我发誓 我要让夏嘎把你的丑脑袋披成两半 看看里面除了黑乎乎的浆糊 还有没有别的东西 波罗斯爵士气得脸色紫红 你说我丑 你说我丑 就你 他举起那把血淋淋的剑 用戴护甲的手紧紧握住 波罗斯一把将提梁推到身后 住手 瑟西 历声喝道 波罗斯 你给我奉命行事 否则这身袍子 我们就给别人 记住你的誓言 他在那儿 乔弗里 用手指着 大喊起来 桑莎克里刚 骑着桑莎的绿色坐骑 精神抖擞地 一路跑进城门 女孩 坐在他身后 双臂紧紧环抱在猎狗的前胸 提梁 朝桑莎大喊 你有没有受伤 桑莎小姐 桑莎头皮中 有道深深的伤口 鲜血顺着额头低了下来 他们 他们扔东西 石头 垃圾 鸡蛋 我一直跟他们说 我没有面包 可是有个男人 还想把我拉下来 猎狗杀了他 似乎 他的胳膊 三舍瞪大眼睛 捂住嘴巴 猎狗把他的胳膊砍了 克里刚 将三舍拖到地上 猎狗的白袍 破破烂烂 沾染污渍 血 从左手袖子上 一道参差不齐的裂缝中 渗了出来 小小鸟在流血 来人 谁把他带回笼子智商啊 弗兰肯学士赶紧上前 桑他家死了 猎狗继续说着 四个人把他拖倒了 轮流用鹅卵石砸他的脑袋 我宰了一个 却救不了他 贪的伯爵夫人 走进前来 我女儿 压根儿没见着 猎狗皱着眉头 环顾庭院 我的马呢 要是那马有个三长两短 我非找人算账不可 他跟着我们跑了一段 提梁说 但不知后来怎样了 火 城墙上一声尖叫 大人们城里失火了 跳蚤窝烧起来了 提梁已经极度疲倦 然而现在不是自暴自弃的时候 波龙 带走人手 务必确保水车的安全 哦 主神保佑 野火 如果有一丁点火星 见上那些 情非得已的话 可以放弃跳蚤窝 但绝不能让火神蔓延到 炼金术士工会大厅 明白吧 克里刚 你跟他们一起去 片刻之间 提梁在猎狗阴郁的眼睛里 似乎瞥到了恐惧 火 提梁想起来了 哦 一鬼抓走我吧 这个人痛恨火 他尝够了那滋味 但 克里刚恐惧的眼神转瞬即逝 被熟悉的阴沉表情所代替了 去就去 他说 但不是奉你的命 我要去找马 提梁转向剩下的三名御林铁位 你们每个人护送一个传令官 到城里去宣令 叫民众都回家 待最后一响目中敲碗 谁还留在街上 格杀勿论 我们的职责所在 你当守护国王 马林爵士乖巧的说 思许暴跳如雷 执行我弟弟的命令 才是你的职责 他恶狠狠地叫着 首相 是国王的代言人 胆敢抗命 就是反叛 波罗斯和马林互换一个眼色 那我们要穿着白袍去吗 太后陛下 波罗斯觉识问 光着身子也无所谓 那样倒好 可以提醒报民们 你们还是男人 看到你们在街上的表现 只怕大家都忘了 提良任由姐姐大发雷霆 她的头震震刺痛 她觉得自己闻到了烟味 但大概是由于神经过于紧张 两名石鸭部民守着首相塔的门 却把提妹之子提妹找来 石鸭部的人才不会追着着人部的人挂挂乱叫呢 一个原住民傲慢地告诉提良 提良竟忘了自己是在跟什么人打交道了 那就叫夏嘎 夏嘎在睡觉 提良好不容易才克制住大声吼叫的冲动 把他叫醒 叫醒多夫之子夏嘎可不简单 那个人抱怨着 他的火气可吓人了 那人嘟嘟囊囊地走开了 夏嘎一边打着哈气 一边伸着懒腰 晃晃悠悠地过来了 半个城市在暴乱 另一半着了火 而夏嘎居然躺着打呼噜 提良说 夏嘎不爱喝你们这儿的泥巴水 只好喝淡啤酒和酸葡萄酒 喝了就头疼 我把雪衣安置在钢铁门附近富人区的一个大宅子里 我要你立刻去那里保护他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要确保他的安全 大个子笑了 乱碰碰的胡子裂开了一条缝 露出了参差不齐的黄牙齿 呵呵 夏嘎把他接过来 不 这要确保他不受伤害就行 啊 告诉他 我会尽快赶去看他的 或许就在今晚 不然明天一定去 然而当夜幕降临时 城里依然一片混乱 虽然根据布隆的汇报 火势已经扑灭 多数游荡的暴民也被驱散 但提梁心中有数 不管自己多么渴望学衣双臂的抚慰 今晚是哪儿也去不了呢 杰斯林白瓦特爵士送来遇难者名单时 提梁正在阴暗的书房中 吃着冷鸡和烤面包 天色已由黄昏转为黑夜 仆人们进来点亮蜡烛 并为壁炉生活 却被提梁吼叫着赶走了 他的情绪就跟这间屋子一样的阴暗 白瓦特爵士带来的消息 更是雪上加霜 名单上的首位是总主教 他一边尖叫着 祈求诸神大发慈悲 一边被民众撕成了碎片 对饥饿的人们而言 胖的走不动的修饰 正是最佳目标 提梁心想 布雷斯顿爵士的尸体 一开始被忽略了 因为金袍为什么找的是白甲骑士 而布雷斯顿爵士被无数的人 连戳带砍 从头到脚 成了红棕色 艾伦桑他家爵士躺在阴沟里 头盔被砸扁 脑袋成了一团红泥 坦德伯爵夫人的女儿 在某家制格店后面 把针槽献给了数十个粗俗的男人 金袍卫士发现他是 他正赤裸着身子在烟肉街上游荡 提梁克不见踪影 总主教的水晶官也下落不明 九个金袍卫士被杀 四十人受伤 至于暴民死了多少 无人关心 不论死活 你必须把梯瑞克找到 白沃德爵士报告完毕之后 提梁简略地说 他还是个孩子 而他的父亲是我过世的 Tigget叔叔 他对我一向很好 我们会找到他 以及总主教的冠冕 让异鬼用总主教的冠冕 互相干吧 我才不管呢 当你任命我为 都城守备队的司令官时 曾告诉我 你只要真相 我有预感 不管你打算说什么 我都不会喜欢 提梁阴郁地说 直到今天为止 都城依然在我的掌控之中 但是大人 我无法担保明天的情况 湖里的水就要煮开了 盗贼和杀人犯 在室内横行 人人自危 此外该死的瘟疫 在臭水湾的贫民区蔓延 铜板和银币 都已经搞不到食物了 从前只在跳蚤 窝暗地流传的叛国言论 如今已经在会馆 和市场内公开宣讲了 你这是要增加人手 现今的手下 尚有半数我信不过 史林特当初一口气 将守备队扩充了三倍 但不是穿上金袍 就能当守卫的 毋庸置疑 新兵里也有品格高尚的好人 但更多的是暴徒 罪鬼懦夫和叛徒 多的出乎你的意料 这些家伙训练不足 缺乏纪律 更无忠诚可言 他们只忠于自己那身臭皮囊 一旦发生战争 恐怕顶不住 没这个奢望 提亮说 一旦城墙被突破 我们就完了 在大力大一开始 我就明白 此外 我必须指出 我的部下多半是平民出身 从前 他们和今天的这些暴徒 一起在街上行走 在酒馆里喝酒 甚至在食堂同喝喝汤 不用我提醒 你的太监应该告诉过你 兰尼斯的家在军林不受欢迎 当年伊丽丝开城之后 你父亲大人血洗军林的故事 有许多人记忆犹新 大家私下流传 如今诸神降伐 天怒人怨 全都因为你们家族 庆祝难输的罪孽 你哥哥谋杀了伊丽丝国王 你父亲屠戮了雷家的孩子们 还有你外甥乔弗里 处死挨得史塔克 日常施行野蛮审判 有人公开怀念 拉伯国王当政时期 并且暗示 如果让史丹尼斯坐上王位好 日子就会重新到来 这些话你在食堂 在酒馆 在妓院 随处都可以听到 恕我直言 恐怕在兵营和守卫厅里也一样 你是想告诉我 他们恨我的家族 是的 这导火线一旦点燃 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那他们对我呢 去问你的太监吧 我在问你 白白的身陷的眼睛 对上诸如大小不一的双眼 一眨也不眨 他们最恨的就是你 大人 最恨我 颠倒黑白 体量差点窒息 要他们享用死尸的是乔弗里 放狗对付他们的也是乔弗里 他们怎么能怪到我的头上呢 陛下还是个孩子 街头传言都是奸臣祸国 太后向来不为平民所爱 知诸瓦里斯更不用说了 但他们最怨恨的就是你 因为在老补国王时代 他们口中的黄金时代 你姐姐和太监就已经在这儿了 但你不在 他们指责你 让狂妄自大的佣兵 和肮脏粗鲁的野蛮人进了城 目无王法 欲取欲夺 叫得都成乌烟瘴气 他们指责你放逐 因为记恨他的坦率正直 他们指责你将睿智温和的拍戏打进地牢 因为他敢直言尽见 有人甚至说你居心不良 打算夺取铁王座 啊是是是是 除此之外 我还是个丑陋畸形的怪物 千万别忘了 提良握指成全 够了 我们都有工作要处理 你下去吧 这些年来 父亲大人一直瞧不起我 或许他是对的 我尽了全力 却只落得这番下场 提良孤独的想着 他瞪着吃剩下的晚餐 冷冰冰油腻腻的鸡 让他反胃 便厌恶的把鸡推开 大声呼唤波德 派那孩子去找 Wallace和波龙 瞧瞧吧 我信赖的顾问 一个是太监 一个是庸宾 而我的行人是个妓女 这说明什么呢 波龙一进门就抱怨光线昏暗 坚持要在壁炉里生起火来 所以当Wallace到来的时候 屋里已经炉火熊熊了 你去哪里了 提良则问着 替国王办事呢 我亲爱的大人 啊 是的 替国王办事 提良嘟弄着 我外甥连马桶都坐不稳 还坐铁王座 Wallace耸了耸肩 哦 学徒嘛 总是要先学一学 我瞧 在烟雾巷里 随便抓个学徒来统治 够比你家国王称职 波龙镜子坐到桌边 撕下一根鸡翅 提良已经习惯了 拥兵得无礼 但今晚却按捺不住 我允许你替我吃晚餐了吗 嗯 反正你也不打算再吃了吗 波龙嘴里塞满了鸡肉 全城都在挨饿 你糟的食物就是犯罪 啊 有酒吗 接下来就该让我给他蒸酒了 提良闷闷不乐的响 你太放肆了 他警告着 是你太保守了 波龙随手将鸡骨头丢到草溪上 你有没有想过 啊 假如出生的顺序掉个个 大家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他将手伸进鸡里 撕下一把胸脯肉 我指的是那个哭哭啼啼的托满 看样子似乎别人让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你这才像个好国王嘛 提良意识到 拥兵的暗示 一阵寒意 爬上脊梁 假如 托满是国王 只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托满 称王 不 这种方法提良连想也不愿意想 乔弗里是他的外甥 是索西的儿子 詹姆的儿子 凭这些话 我就该砍你的脑袋 他告诉波隆 拥兵却哈哈大笑 朋友们 瓦里斯说 斗嘴无意 我请求两位将心掏出来 协力办事啊 掏谁的心呢 提良酸溜溜的说 他想到了几个 颇有诱惑力的候选人 知聊有声 欢迎继续收听 科特纳·庞罗斯爵士 没穿盔甲 骑着一匹绿色骏马 他的掌旗官 骑的则是深灰斑点马 在他们头顶 高高飘扬着 贝拉西恩的宝冠雄鹿旗 和庞罗斯家的 鹤底白鱼旗 那白鱼 乃是两根交叉的鳞毛 科特纳爵士 铁铲状的胡须 也是褐色的 而他已经完全泄顶 国王浩大壮观的队伍 包围了他 然而在那张 宝军风霜的脸上 却看不到一丝一毫的 气馁和惊慌 大队人马跑动时 练甲 板甲 哐当哐当坐下 戴弗斯本人也穿了盔甲 只觉得很不适应 肩膀和后背 正因着不习惯的重量 而酸痛不堪 他认定 自己看起来 一定累赘 又愚蠢 不禁又一次怀疑 来此的必要性 我不该质疑国王的命令 可 这群人里的每一个 都比戴弗斯西沃斯 出身高贵 地位优越 昭阳下 南方的大诸侯们 闪闪发光 他们穿着 镀金镀银的铠甲 战盔上装饰着丝鱼 灵毛做成的 甲灰形状 眼睛镶嵌宝石的雕像 在这群富贵荣华的队伍中 你一眼就能认出 Stanis 和戴弗斯一样 国王着装朴素 只穿了羊毛衣和皮甲 只有头顶的赤金王冠 分外夺目 国王走动时 阳光洒在火焰形状的 官檐上 映出了 璀璨的光辉 自黑贝沙号 返航 并加入 封锁封锡宝的舰队以来 整整八天过去了 但此刻 正是戴弗斯和自己的国王 靠得最近的一次 刚一抵达 他便要求 面见国王 却被告知国王很忙 国王 最近一直很忙 这一点 戴弗斯 从自己的儿子戴弗斯那里 已经了解到了 儿子是王家侍从之一 如今 史丹尼斯贝拉辛的权势大大增强 贵族诸侯们便成天围着他 嗡嗡唧唧活向尸体上的苍蝇 他看起来的确像半具尸体 和我离开龙石岛那时比 他苍老了许多 戴弗斯 戴弗斯 最近国王几乎不能入睡 兰里大人死了以后 他就为噩梦所困扰 男孩向父亲倾诉 连学士的药也不管用 只有梅里桑州夫人 有办法安抚他入眠 这就是那女人和国王同住大仗的原因吗 戴弗斯纳闷 一起祈祷 还是用别的法子安抚他入眠 这问题超越了君臣之力 而且戴弗斯也不敢问 即便是问自己的儿子也不妥 戴弗斯是个好孩子 但他的上衣上骄傲地绣着烈焰红心 某日黄昏 父亲见他也在篝火前祈祷 恳求真主光之王赐予黎明 他是国王的侍从 戴弗斯告诉自己 礼当好好的 侍奉国王的审礼 戴弗斯几乎遗忘了 风吸宝的墙壘是多么高大 雄伟 直到如今他们重新逼近他的眼帘 他方才再度感叹于此地的气势 斯坦尼斯国王在高墙下停住 李克特那爵士及其掌棋官树齿之药 爵士先生 他带着僵硬的礼帽开口 没有下马的意思 啊 大人 对方的语气不那么有理 回答也正如所料 遵造正式礼仪 面见国王应该尊称陛下 佛罗伦伯爵 朗声宣布 他的胸甲上刻了一条光彩夺目的红金狐狸 旁边围着一圈天青石花 这位亮水城伯爵高大 尊严富贵 在兰里的部署中 头一个导向斯坦尼斯 也是头一位公开宣布 弃绝旧神 改姓光之王的南静诸侯 斯坦尼斯把王后和王后的叔叔 亚塞尔爵士 留在了龙石岛 但后党的势力不减反增 不论成员还是权势 都变得空间庞大 这其中 埃里斯的佛罗伦伯爵 自然鞠躬至尾 科特纳爵士 没有理会佛罗伦伯爵 静字和斯坦尼斯交谈 哈哈 陪你来的都是些大人物啊 高贵的伊斯蒙大人 埃罗尔大人和瓦尔纳大人 绿苹果 弗索尾家的琼恩爵士 和红苹果 弗索尾家的布莱恩爵士 蓝里国王的两名彩虹护卫 卡伦爵士 和古德爵士 当然了 少不了咱们尊贵高尚的 亮水城伯爵 埃里斯特佛罗伦老爷 后面那个是你的洋葱骑士吗 姓惠戴夫斯爵士 至于这位女士嘛 抱歉只怕我还不认识 我名叫梅里桑尔 爵士 一行人唯有这个女人 毫无武装 一身平滑红袍 猴头的大红宝石 错影日光 侍奉你的国王和光之王 祝你工作顺利 夫人 柯特纳爵士回答 但我侍奉着别的神灵 效忠于另一位王 只有一个真神 只有一个真王 弗罗伦伯爵宣布 我们是来这里争论神学理论的吗 大人 如果你肯事先通报一下的话 我一定会带上修士钱来的 你很清楚我们来此的目的 史坦尼斯说 我给了你两个星期时间考虑我的条件 你也派了信押去讨救兵 结果没人来帮你 以后也不会有 冯西宝只能孤军作战 而我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绝世 我命令你打开城门 把按照权力属于我的财产 交还于我 条件呢 柯特纳爵士问 不便 斯坦尼斯说 我赦免了你面前这些领主老爷 我也会饶恕你的叛逆罪行 你手下的士兵可以自行选择加入我军或是回家 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武器 以及本人能够带走的私人财物 不过我要征用所有的马匹和牲口 埃德里克风暴呢 我哥哥的私生子必须交到我手中 那么我的回答依旧是 不 大人 国王绷紧了下巴 一言不发 梅利桑德替国王回话 身处黑暗蒙昧中的俗人 愿真主光之王保护你 柯特纳爵士 愿异鬼击尖你的光之王 屁 柯特纳爵士 催了一口 干完了 再用你这身烂布擦他的屁股 艾利斯特弗洛伯爵 轻了轻喉咙 柯特纳爵士 请注意你的言行 国王陛下无意伤害那孩子 那孩子不仅是国王陛下的血亲 也是我的血亲 众所周知 那孩子的母亲就是我的亲侄女 蒂利娜 就算你信不过国王陛下 你也该信得过我 你了解我 我向来讲求荣誉 你向来贪恋权位 柯特纳爵士打断了他 换神灵 换国王 就跟我换靴子一样的随便 你和我面前的这堆变色龙毫无二致 国王周围传出了一阵恼怒的喧哗 他所说的与事实相距不远 迪弗斯爵士心想 不久之前 弗斯韦家族 Gud Morrigan 卡伦伯爵 瓦尼伯爵 埃罗尔伯爵 以及伊斯蒙伯爵 还都是兰里的部下 坐在兰里的大帐里 帮兰里制定作战计划 谋划如何推翻史丹尼斯 这位弗洛伦大人也在其列 他虽然是塞里斯王后的伯父 但当兰里的星秀 冉冉上升时 心情根本无法阻止 亮水城伯爵 向兰里屈膝 布莱斯卡伦 驱马上前几步 海湾吹来的风 抽打着他长长的彩虹披风 这里没有什么人是变色龙 绝世先生 我的忠诚乃是献给风希宝的 如今是丹尼斯国王 才是此地的合法主人 更是我们的真正的国王 他是贝拉西安家族最后的血脉 劳伯和兰里的继承人 如你所言不虚 为何百花骑士没有随你前来呢 马托斯罗婉在哪里呢 兰德塔利又在哪里 阿卡特伯爵夫人呢 这些最拥护兰里的人为何不肯前来 我再问你 塔斯的布莱尼在何处呢 他 郭德摩里根大笑起来 他早溜了 动作到挺快 谋害兰里国王的正是他呀 撒谎 可特那爵士说 当年在牧林厅 布雷尼还是一个在父亲脚边跑来玩去的小女孩的时候 我就认得他了 后来他的父亲牧之星把他送来封西堡 我对这孩子更是知根知底 瞎子都能看出来 他对兰里一见钟情 正是 弗洛伦伯爵说 罪毒不过妇人心 有多少纯情少女 因为感情遭到拒绝 就狠心谋害自己轻心的男子呢 不过以我看 杀害兰里国王的应该是史塔克夫人 他千里迢迢地 从奔流城赶到这儿来缔结联盟 却被兰里一口回绝了 想必 史塔克夫人把兰里 视为儿子的一大威胁 所以除掉了兰里 是布雷尼干的 卡伦伯爵坚持 艾蒙古尼爵士临死前为此发过誓 我也对您发誓 我说的是实情 科特纳爵士 科特纳爵士的语气极度的轻密 你发的誓 值几个钱呢 你看看你 居然还穿着这身彩虹披风 这不就是你发誓要守护兰里陛下的那一天 他给你的吗 现在他人已经死了 你呢 你活得到自在 他转而叱骂 孤的摩里根 我也要问你同样的问题 爵士先生 你是绿衣未孤的 对不对 你是不是彩虹护卫的一员呢 你有没有宣誓 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国王呢 如果我有这么一件披风 可没有那么厚的脸皮穿出来 招摇现世 摩里根勃然大怒 科特纳 你应该庆幸这是和平谈判 否则你这么口出狂言 我割了你的舌头 就像你阉割自己的命根子那样吗 你也算一条汉子 够了 史丹尼斯说 我弟弟因谋你大罪 而遭身亡 这是光之王的意愿 至于是谁下的手 都一样 对你这种人而言 或许如此 科特纳爵士说 我已经听过了你的建议 史丹尼斯大人 现在请听听我的 他脱下手套 投掷出去 郑重国王你们 一对一的决斗 剑枪或者任何你提出来的武器都行 假如你害怕拿你的魔法剑与柜体去和一位老人犯险的话 你尽可指明代理其事 无论是谁 我来者不拒 科特纳爵士严厉厉的看了看 古德摩里根和布莱斯卡伦一眼 照我看 这些小畜生可都越越欲试呢 古德摩里根爵士的脸气得发黑 求陛下恩准 我来料理他 我也愿意 布莱斯卡伦望向史丹尼斯 国王咬紧牙关 我不接受你的挑战 科特纳爵士似乎并不惊讶 大人 你如此退缩事先决斗不公平吗 一伙怕自己立有位逮 举不动武器 还是怕我尿在那把烧火棍上 把它浇灭了 你当我是大傻瓜吗 爵士 斯丹尼斯反问 我手下有两万大军 而你被海陆两面团团包围 当最后的胜利毫无疑问属于我的时候 为什么要选择单打独斗呢 国王伸手指着对方 我给你一个严正警告 假如你强迫我动用武力 那你们将得不到任何宽恕 我军会像暴风一样席卷此城 成献之日 你和你所有的部下只有被作为叛徒 吊死这一条路 你来吧 这正是诸神的意愿 卷你的风暴 大人 然而 如果你还有脑子 请记得这座城堡的名字 科特纳爵士一拉江上 朝城门飞驰而去 斯坦尼斯一言不发 静静地掉过码头 开始回营 其他人跟随行动 这样的攻势 如果强攻 只怕会损失好几千人 年迈的伊斯蒙伯爵 发愁地说 以母亲那方的血缘而论 他算是国王的外公 依我看 只拿一条生命冒险 会不会比较妥当呢 我们的要求正当 天上诸神一定会祝福您的代理骑士 保佑他获得胜利 是真主 没有诸神了 戴弗斯想 你忘了 老先生 我们如今只有一位 独一无二的神灵 那就是 梅里桑德的光之王 请问 佛斯维爵士说 纵然我的剑法 尚不及卡伦大人 和孤的爵士的一半 但我也很乐意带您出战 陛下 请您放心 科特纳 找不到代理骑士 因为蓝里并没有在 冯西宝留下任何像样的武士 城里的守军不是老头 就是刚入伍的小孩 卡伦伯爵也表示赞同 毫无疑问 这是一次唾手可得的胜利 而且充满了光荣 想想看 用美妙的一击 影响雄伟的封吸宝 斯坦尼斯一眼扫过众人 你们 唧唧喳喳的 活像枝头的喜鹊 而且比那鸟更没脑子 我要自己静一静 国王叮嘱戴弗斯 爵士 你跟我来 他一提马刺 远远抛开他的随从团 只有梅里桑尔继续跟随 这女人举着一副 巨大的烈焰红心旗 宝冠雄鹿 秀在心的内部 似乎已完全被吞噬了 戴弗斯骑过贵族领主们身边 跟上国王 看到人们面面相去 这些人可不是洋葱骑士 他们来自九富盛名的尊贵家族 骄傲而有势力 不知怎么的 戴弗斯意识到 兰里从不会如此斥骂他们 那位年轻的贝拉西恩 天生便适合宫廷交际 而他的兄长却很令人悲哀的 一点都不会这一套 马尔快跑到国王身边 戴弗斯放慢速度 陛下 从近观之 斯丹尼斯的气色 比刚才所见还要糟糕 他形容哭口 眼旁有着深深的黑眼圈 走私者应该很能察言观色 国王说 你来评价一下 柯特纳庞罗斯爵士如何呀 他很顽固 戴弗斯小心翼翼的说 依我看 只怕是想死想的发疯 居然敢当面拒绝我的宽恕 好啊 这下他不但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还给全城的人都判了死刑 决斗 国王不屑地一哼 毫无疑问 他当我是老婆呢 我认为他只是想孤注一掷 他哪里有别的指望呢 当然没有 城堡一定会陷落 但如何能加快进场呢 史丹尼斯陷入沉思 透过马蹄有节奏的 滴答滴答的声音 戴弗斯听见 国王磨牙的细微响动 弗洛伦伯爵力主 把老彭洛斯爵也带来 他是柯特纳爵士的父亲 你认识他 对不对 当我以您信使的身份 遍访南静诸侯的时候 帕洛斯大人带我最为客气 有礼 戴弗斯说 但他已经老朽不堪了陛下 他虚弱无力 疾病缠身 佛洛伦的意思 就是要在大厅广众之中 展示他的虚弱 比方说在他亲生儿子面前 给他的脖子上套上绳索 反对后党是危险的举动 但戴弗斯发誓要对国王永远忠实 我以为此举很不妥当 国王陛下 就算柯特纳爵士看着父亲死在面前 以他的操守 也绝不会负人所托 这样的行为对我们毫无益处 突然为我们的事业蒙上污名罢了 污名 史丹尼斯恼火地说 莫非你要我饶叛国者一命 您不就饶恕了后面这群老爷吗 你在指责我吗 走私者 我没有资格责备陛下 戴弗斯唯恐自己说的太多 国王却不依不饶 你对这位柯特纳的评价 比对我帐下诸侯的评价还要高 为什么 因为他坚持信念 坚持对一位死了的篡夺者的信念吗 不错 戴弗斯同意 然而终究他能坚持 而我们后面这群人 做不到 戴弗斯已经在史丹尼斯面前说了太多了 此刻再不能假装腼腆 去年他们是劳勃的人 一个月之前是兰里的部下 今天早上又都成了您的忠臣 那么明天 他们会倒向谁呢 哈哈哈哈 听了戴弗斯的话 史丹尼斯哈哈大笑 那笑声犹如一场突兀的风 声调粗鲁 满是嘲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梅里桑主 他对红袍女说 我的洋葱骑士总能对我食言相告 您的确很了解他 陛下 红袍女说 戴弗斯 我一直很想念你 国王说 你说的没错 在我后面跟了一大群叛国贼 我的鼻子不会欺骗我 这帮风尘爵爷们 在犯上作乱期间 尚且反复无常 我是需要他们 但是你要知道 我曾经因为更轻微的罪行 惩罚过比他们还要高贵的人 如今却不得不欣然 饶恕他们的罪孽 我心里是很难受的 你完全有理由责备我 戴弗斯爵士 您自责的程度 比我想说的还要深刻 陛下 不用过滤 您需要这些大诸侯 为您的王位 而他们只是我的指头 如此 而已 史丹尼斯露齿而笑 戴弗斯本能地 把手伸向脖子上的皮带 感觉到内里的止骨 那是他的幸运福 国王觉察到了戴弗斯的反应 你还把他们留着呢 洋葱骑士 你还念着他们 不 那为什么留着 我一直很奇怪 因为他们能提醒我 我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从哪里来 以及您的公正 无私 陛下 这的确是公正 史丹尔丹尼斯说 被宽恢处的老爷们 最好想清楚 这一点 优秀的人 真诚的人 因为错误的相信 乔弗里是真正 他们的家人 我饶恕了他们 原谅了他们 但我并未遗忘 他沉默 片刻 思考着自己的公正 然后又突然 开口 百姓 百姓 百姓对 兰里之死 怎么看 他们为他哀悼 您的弟弟 破得民心 受人爱戴 傻瓜 爱傻瓜 斯丹尼斯抱怨着 虽然我也很伤感 但我哀悼的是 小的时候的那个他 而非长大后的这个人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 接着说 百姓对色系乱伦的消息 又有什么议论 我在场时 他们自然高呼 拥护 斯丹尼斯国王 然而当我的船 离开之后 他们的态度 就很难说了 换句话说 你的意思是 他们不相信 我干走斯航当的时候 学到一个教训 有些人 什么都会相信 而有些人 什么都不信 世上的人中 这两种居多 您知道 还有另一个版本的传言 在 是的 斯丹尼斯 咬牙切齿地说 有人说 塞里斯背着我出轨 喜欢上了一个 满头零档的傻瓜 说我女儿的生父 其实是个弱智弄臣 荒谬 绝伦 无耻之极 我和兰里会面的时候 他居然还拿这个来损我 只有不丁脸一样的疯子 才会相信 如此的谎话 话是这么说 陛下 可不论心里相信 不相信 老百姓 总喜欢 传来传去 很多地方 这谣言 甚至比 戴夫斯的船 还先到 让戴夫斯 带来的事实的 可信度 大大折扣 哼 老婆就算是 尿在杯子里 让人喝 很多人也会 心甘情愿地说 那是美酒 我给他们纯净的凉水 他们却要眯起眼睛来 疑神疑鬼 喝完了 还会窃窃私语 说水的味道不对劲 斯丹尼斯 咬紧牙关 哪天要是有人造谣 说杀死老婆的那头猪 被我施法负了体 我看他们八成也会信 天下悠悠众口 您是防不住的 陛下 戴夫斯说 但您只要揪出 杀害您两位哥哥的真兄 为他们报仇血恨 所有的谎言 就不攻自破了 对戴夫斯的话 斯丹尼斯似乎只在意一半 我毫不怀疑 斯西跟老婆之死脱不了干系 我会为老婆讨回公道 嗯 也会还埃德斯塔克和琼尔埃林 一个公道 那蓝领呢 戴夫斯不及考虑 这句话便冲口而出 国王沉默许久 最后才轻声说 我梦见过很多次 梦见兰里的死 那是一座绿色的帐篷 有蜡烛 尖叫的女人 还有血 斯丹尼斯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他死的时候 我还在睡觉 你的戴风可以作证 当时他努力的想摇醒我 黎明已尽 我的封尘们正在外面 焦急万分的等候 蓝领将在破晓之时 发动进攻 我早该穿戴整齐 披挂上马 却不知怎的 竟然还躺在床上 戴风说 我当时手脚挥舞 大声哭喊着醒来 但那有什么关系呢 不过是梦而已 兰里死的时候 我好端端的 待在自己的营帐里 醒来之时 双手干干净净 戴夫斯西沃斯爵士 感觉到 那已经不存在的指尖 正在发扬 这里一定有什么蹊跷 牵走私者心想 但他还是点点头说 是的 谈判的时候 蓝领想送我一个桃子 他嘲笑我 向我挑衅 威胁我 最后 还想送我一个桃子 我本以为 他是要拔剑 所以按住了自己的剑 难道这就是他的意图吗 想让我显示 内心的恐惧 这是他开的 又一个无聊的玩笑 又或者 当他说起桃子 多么可口的时候 其实别有深意 嗯 国王 国王用力地摇头 活向一只 咬住兔子的脖子 摇晃的狗 只有兰里 才能用一颗水果 反我如此 他的谋逆导致了他的毁灭 但我的确爱他 如今我明白了 我发誓 直到进坟墓的那一天 我都会记得 弟弟的桃子 此时他们到了营地 穿过排列整齐的帐篷 随风飘舞的旗帜 和堆叠有序的武器 空气中 马粪的臭气 十分浓重 混合着 燃木的烟尘 和炖肉的香味 斯带尼斯勒住马江省 直接解散了 佛罗伦伯爵和其他贵族 命令他们 一小时后 再来大仗 参加作战会议 人们鞠躬后 便四散离去 只留下了 戴夫斯和米利桑朵 陪着国王 前去中军大仗 大仗是名副其实的大仗 如此才能攻 国王和诸侯们开会 然而里面却十分朴素 和普通士兵的帐篷一样 它是用帆布缝成的 金色的染料 早已退成暗黄 只有帐篷顶那面 高高飘扬的旗帜 方才指示出 这是国王的帐篷 当然 醒目的还有帐外的卫兵 后党的人 拄着长矛 烈焰红心 缝在他们原本的 夹灰位置上 马夫们 跑来扶他们下马 一名守卫 接过米利桑朵手中 笨重的旗帜 深深的插进松软的泥土里 带缝站在门边 等着为国王先掌门 年长的拜兰法林也在旁边 史丹尼斯摘下王冠 交给戴风 拿两杯冷水 戴夫斯跟我来 夫人 需要您的时候 我会派人来请 敬尊陛下吩咐 梅利桑朵 鞠躬告退 和原野上的明媚清晨相比 帐内显得又暗又凉 史丹尼斯挑了一把 简朴的木折凳 坐了下来 示意戴夫斯也照坐 总有一天 我会封你个伯爵坐坐 走死者 想想看 塞提家或者弗洛伦他们 该多么恼火呀 不过我知道 你自己是不会因此而感谢我的 因为从此以后 你就不得不列席 这些没完没了的会议 还要假装对驴教表示兴趣 如果没用 那您召开会议做什么呢 还能为什么 驴子喜欢听自己叫呗 况且我也需要他们为我拉车 没错 偶尔也会有一些好主意冒出来 然而今天的情形嘛 我想 哈 你儿子把水拿来了 带风将托盘放到桌上 里面有两个盛满了水的泥杯 国王在饮水之前 先洒了把盐 戴弗斯则直接了当地举起杯子 心里将他幻想成葡萄酒杯 您提到作战会议 让我告诉你会议将怎么进行吧 瓦勒利安大人会力主 明日破晓急行工程 用抓钩和云梯 去对抗弓箭与热油 年轻一点的驴子 对此将极力赞成 伊斯蒙大人则希望 扎营下来专事封锁 用饥饿做武器 逼他们投降 正如从前提里尔和雷德文 对付我的那一套 这或许需要一年 然而老驴子们 有的是耐性 至于卡伦大人 和那帮热血沸腾的家伙呢 他们个个都渴望 捡起科特纳爵士的手套 一决胜负 每个人都幻想成为 我的代理骑士 为自己赢得不朽的名声 哼 国王喝干了杯中的水 你的意见呢 走私者 戴弗斯考虑了一会儿 方才回答 立刻进军军林 国王不以为然 难道把冯夕保留在身后吗 科特纳爵士 没有危害您的实力 兰尼斯的家则不同 围城所需要的时间太长 决斗太冒险 而强攻是比伤亡惨重 还不见得能拿下 这一切都是不必要的 只待您废除了 乔弗里 这座城堡 还有整个天下 便将顺理成章地 归顺于您 我在军营里听说 泰文 兰尼斯的公爵 未从渴望复仇的 北方人手中 拯救 兰尼斯港 也以灰尸 吸反了 嗯 你有个头脑清醒的父亲 戴弗 国王告诉 站在身边的男孩 他让我觉得 我手下倒该多几个走私者 少几个诸侯领主 但你还是想错了 利害关系 戴弗斯 拿下此诚 绝对必要 如果我听凭 封吸宝就这么 不受损害的留在后面 人们就会议论 就会认为我吃了败仗 而这一点 我绝不能允许 人们并不像爱我 那两位兄弟一样的爱我 他们追随我 只是因为 怕我 而失败是畏惧的毒药 此诚必须 拿下 他磨着牙 是的 而且要快 道朗玛泰尔已经征集风尘 叙事待发 他不但着手加固山口攻势 而且多恩大军 正向边疆地缓慢地行进 高庭的势力 并未受到多大折损 我弟弟把军队主力 留在了苦桥 有将近六万步兵 我派我妻子的兄弟 艾伦杰士 以及帕文克林爵士 前去接管 但至今没有回音 我怀疑 罗拉斯提里尔爵士 抢在他们之前赶到了苦桥 掌握了兵权 这一切都在敦促我们 尽快拿下军领 沙拉多桑恩告诉我 沙拉多桑恩算计的只有黄金 史丹尼斯爆发了 他满脑子幻想的都是红宝底下埋藏的财宝 别让我再听到他的名字 如果哪天我得让利斯海道来叫我打仗 我宁可摘下王冠 穿上黑衣 国王攥紧拳头 走私者 你是要为我效劳 还是要跟我做无谓的辩论 我是您的人 戴夫斯说 那就乖乖的听好 克特纳爵士的副手 是索菲家族的远亲 梅斗大人 此人虽是位伯爵领主 却还年仅二十 没上过战场 如果克特纳爵士不幸身亡 封西宝的指挥权将落入这小子手中 他的佛所为亲戚们向我保证他会接受我的条件 现成 投降 我记得在危急关头 封西宝的大权也曾落入另一位小伙子手中 当时那位小伙子才二十出头 没斗伯爵 没有我这个顽固的石头脑袋 他顽固还是懦弱 有什么区别 柯特纳邦罗斯爵士在我看来正是荣光焕发 老当异状 我弟弟当初不也一样吗 林斯前一天还有说有笑 然而长夜黑暗 处处凶险 戴弗伯斯 戴弗斯西宝感觉后颈 一股寒气直向上冒 陛下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你不需要明白 你只需要遵令办事 柯特纳爵士会在一天之内死去 梅里桑卓已经在圣火之中遇见了他的死亡 不仅知道他的死期 而且知道他的死法 不用说 他并非死于歧视决斗 斯带尼斯举起杯子 戴弗连忙用水壶倒水 他的圣火预言从无虚假 从前他遇见过蓝里的毁灭 早在龙石倒石便见到了 并告诉了塞里斯 瓦雷利安大人和你的朋友萨莱多桑恩 一直劝我直取乔弗里 然而梅里桑卓却说 如果我前来封西宝 就将赢得我弟弟 麾下大军中的精锐部分 事实证明 他是对的 可可可 可是 戴弗斯结结巴巴的说 蓝里公爵 原本正兵进军林 讨伐蓝里斯的 若不是您围困他的城堡 他根本不会前来此地 他本可以 嗯 斯带尼斯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 皱起了眉头 若不是 本可以 这都是些什么话 他来了就是来了 事实无从更改 他带着他的诸侯和桃子 前来此地 迎接他的毁灭 这对我来说 可谓一箭双雕 因为梅里桑卓 曾在圣火中 看见另一番景象 他看见 蓝里全身绿甲 自南方杀来 在军林城下 粉碎了我的军队 毫无疑问 如果我在那遇上 我弟弟 死的就会是我 而不是他 你可以和他合兵 一处对抗 蓝里斯特 戴弗斯说 又何不可呢 如果梅里桑卓 能够看见两种未来 那证明 两者也都可能 为虚呀 国王抬起 一根手指 你错了 洋葱骑士 光的影子 不止一个 你站在篝火前面 你自己去瞧瞧吧 火焰变化 雀跃 从不静止 因而影子也时长时短 普普通通的一个人 便能映出十几个影子 只是 有的影子 跟其他的比起来 有些模糊罢了 你看 人的未来 也是这个道理 但不管 他为自己的未来 映出了一个 还是多个影子 梅里桑卓 都能看见 你不喜欢这女人 我看得出来 戴弗斯 我并不瞎 我手下的诸侯 也不喜欢她 伊斯蒙不愿意 穿着烈焰红星 他请求为保观 雄鹿旗而战 孤德子说 女人不配 做我的长旗官 还有人怯怯思语 说那女人 没有资格 列席作战会议 说我早该 把她遣回亚夏 说我把她 留在帐篷里过夜 是罪过 你看 他们 不停地 在说着闲话 而这个女人 却一直在 为我办事 为什么呢 戴弗斯问 心里 却很恐惧 问题的答案 该办的都办了 国王望着她 你呢 呃 我 呃 呃 戴弗斯 甜甜嘴唇 我是您忠诚的仆人 请问您 有何差遣呢 不过是你 驾轻就熟的事 在漆黑的夜里 神不知鬼不觉的 让一条船 在城堡下登陆 办得到吗 呃 是 就在今夜吗 国王 略意点头 你只需带条小船 就成 用不着黑卑斯号 但 此事必须绝对保密 不能让任何人知晓 戴弗斯想抗议 他现在是骑士 不再是走私者 更不想当刺客 但 当他张嘴的时候 他却说不出话来 这可是 史丹尼斯啊 是他公正的君王 他今日拥有的一切 都是国王所赐予的 再说 他还得为儿子们着想 哦 诸神在上 那女人到底对他做了些什么 你很沉默 史丹尼斯评论着 我应当保持沉默呀 戴弗斯提醒着自己 但他 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陛下 您必须拿下此诚 我现在明白了 可还有别的办法 更干净的办法 就让科特纳爵士 保有那死生男孩吧 如此他一定会投降的 我非留下那孩子不可 戴弗斯 非留下不可 这关系着 梅里桑州在圣火中看到的 另一番情景 戴弗斯 不肯放弃 说实话 缝隙堡里的骑士 没有一个敌得过 古德爵士或卡伦大人 您手下还有 另外上百名出色的骑士 这次决斗提议 会不会是 柯特纳爵士 打算以某种荣誉的方式 投降呢 通过牺牲自己的性命 国王的脸上 略过一丝烦乱的神情 好似席卷的风暴 只怕他想耍什么花招 总而言之 不会有决斗 柯特纳爵士 早在扔出手套之前 就注定一死 圣火之中 没有谎言 戴弗斯 虽然如此 却需要假手于我 来让他实现 戴弗斯心里想着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这么悲哀了 于是他再一次 在熟悉的黑夜里 穿破船弯的阳面 架着一条黑帆小船 天还是一样的天 海还是一样的海 空气中是同样的盐味 连流水敲打船壳的声响 也一如既往 城堡四周 包围着上千对 闪烁的营火 此情此景 和十六年前 提利尔与雷德文 围成的时候 何其相似 然而区别又可谓 天差地别 上次我来冯西堡 带来洋葱 带来了生命 这一次 我带来了亚下的 梅里桑州 带来了死亡 记得十六年前 在紊乱的海风吹拂下 船翻 琵琶作响 噪声不止 最后 他只得下令降翻 依靠大家沉静地摇讲 偷偷摸摸地靠近 心提到了嗓子眼 好在雷德文的舰队 因为无仗可打 早已松懈下来 他们才得以如柔顺的黑段子一般 摸过警戒线 而这一次 放眼四望 所有的船只都属于斯丹尼斯 唯一的危险是城上的哨兵 即便如此 戴弗斯依然紧张地想拉满的弓弦 梅里桑州 蜷缩在横板上 从头到脚照着一件暗红色的斗篷 都冒遮掩下的脸庞 一片苍白 戴弗斯喜欢流水 每当躺在摇晃的甲板上 他便容易入眠 而海风刮在锁剧上发出的叹息 在他听来 远比歌手在琴弦上播出的曲调 甜美 然而今夜连大海也无法给他安慰 我闻到你身上的恐惧 却是心声 红袍女轻柔地说 那是因为有人刚刚告诉我 长夜黑暗 处处险恶 此外今夜我不是骑士 今夜我再度成了走私者 而您是我的洋葱 红袍女大笑起来 你怕的是我 还是我们的差事 这是你的差事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不对 翻是你张 跺是你掌 戴弗斯 默然无语 将注意力 移向船只 岸边是团团纠结的岩石 所以他让船 先远远地驶入海湾 避开礁石 他在等待 潮讯变更 才好转变方向 封西宝在他们身后 越缩越小 但红袍女 似乎并不在意 你是好人吗 戴弗斯 他问 好人谁会干这种事 我是个男人 他说 我对妻子很好 但也结识过别的女人 我努力当个好父亲 为我的孩子们 在这个世界 争取一席之地 使得我曾经触犯过 诸多律法 但今夜 我在首度 感觉到罪恶 我只能说 我是个复杂的人 夫人 我身上有好 也有坏 你是个灰色的人 那女人说 既不黑 也不白 两者兼而有之 是这样吗 戴弗斯决士 就算是吧 那又怎样呢 在我看来 世上大多数人 都是如此 如果洋葱 有一半腐烂发黑 那便是颗坏洋葱 一个男人 要是不当好人 那就是恶人 身后的篝火 已融入夜空之中 成为远方 模糊的斑点 陆地 几乎要消失不见 回头的时候 到了 当心您的头 夫人 戴弗斯推动舵柄 小船顿时转了个圈 掀起一阵黑浪 梅里桑着低头避开 一手扶在船弦 冷静如常 木头清响 帆布摇荡 波浪四箭 发出刺耳的声音 换作别人 一定以为城里的人将要听见 但 戴弗斯并不慌张 他明白 能穿越 风吸堡 硕大吴棚的 临海城墙的 唯有千军浪涛 在岩石上 永无止境地拍打 即使是如此巨响 传到城内时 也几乎不可闻了 他们朝海岸驶回去 一道分叉的涟漪 在船后 尾随 您刚才说到 男人和洋葱 带布斯对 梅里桑着说 那么女人呢 她们不也一样吗 敢问夫人 您是好人 还是坏人呢 这话 惹得那红袍女哥哥之笑 哦 问得好 亲爱的爵士先生 从我的角度而言 我也算是某种形式的歧视 我是光明与生命的斗士 然而今夜你却要杀人 戴弗斯说 正如你杀了 克森学士 你家学士 自己毒死了自己 是他打算害我 然而我有伟大的力量保护 他却没有 那兰里白拉西恩呢 谁杀了他 那女人 转开头 在东茂的阴影下 她的双目 如浅红的燃烛一般 窘窘发光 不是我 说谎 这下 戴弗斯 确定了 梅利桑德 再度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带弗斯 爵士 你正迷失于黑暗与混乱之中呢 那未尝不是件好事 带弗斯直指前方 风吸宝上 飘渺 摇曳的亮光 您感觉到了 寒风有多凄冷吗 在这样的夜里 士兵们会挤在火炬旁边 一点点的温暖 一丝丝的亮光 这就是他们所能希求的 唯一慰藉 然而火炬也令他们盲目 因此他们将不能发现我们的行踪 希望如此吧 暗之神正保护着我们 夫人 保护着你 听罢此言 那女人眼中火光更盛 千万别提起这个名讳 爵士 别让他黑暗的眼睛注意到我们 他并不保护任何人 我向你保证 他是所有生物的公敌 你自己刚才也说了 隐蔽我们的是那些火炬 火 这是真主光之王明亮的礼物 你怎么理解都好 这不是我的理解 这是真主 无上的意志 风向在变 戴弗斯觉察得出 更看见黑帆上的波纹 于是他拉住升降所 请帮我收翻 剩下的路 我划过去 他们河里将翻记好 小船则摇个不休 戴弗斯摇起奖来 在起伏的黑浪中前进 过了片刻 他开口说 谁送您去兰里那的 没必要送 那女人说 他根本毫无防护 然而此地 这座风吸堡 是个古老的地方 巨石之中编织着魔法 影子不能穿过黑墙 是的 这里的力量或许古老 或许被遗忘 然而仍旧留存 影子 那 戴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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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骤起眉头 示意那女人 晋升 他们已经再次 接近陆地 声音 很容易被对面听到 戴弗斯 配合着波涛的节律 持续滑水 风吸堡的林海墙 栖息在一片苍白的悬崖上 清血而险峻的白鳄石壁 几乎是外墙的两倍高 山崖底部有个口子 那里正是戴弗斯的目的地 一如他十六年前之所为 那个隧道直通向城堡下的洞穴 那是古代列位风暴之王的码头 这条路很难走 只有在潮水高涨时才可航行 即便如此 其中也是危险重重 然而戴弗斯 在走私生涯中学来的技巧 仍旧不减当年 他在参差不齐的乱石中 灵巧地挑选道路 直到洞穴入口 笼罩在眼前 他听凭波涛 引领自己入洞 波涛环绕着来客 撞击着来客 将小船先的东倒西歪 把他们全身尽尸 一块礁石 如忽隐忽现的手指 在阴沉的暗流中浮现 白沫纠结 然而戴弗斯用蒋灵巧的一波 避开了危机 然后 他们便进了洞 被黑暗所吞没 连流水也沉浸下来 小船 慢了下来 缓缓地打转 他们的呼吸声在洞中回荡 直到将他们完全包围 戴弗斯没有想到这里这么黑 上次来的时候 整个隧道插满了燃烧着的火把 饥饿的人们从顶上的杀人洞 目不转睛地瞅着下面 他记得 闸门就在前方冒出 于是用蒋放慢传输 蒋边的水流出奇的温柔 除非您有内应开门 否则我们只能到这儿了 戴弗斯的滴雨声在水面掠过 划开一波纹路 犹如一只幼鼠 伸出粉红色的小脚 在水中急步奔跑 我们已在墙内了吗 是的 我们在城堡下方 但无法继续前进 前方的闸门从天顶 一直插到水底 门上的铁条十分紧密 就连小孩子也挤不过去 没有回答 只有一阵轻柔的瑟瑟声 突然之间 黑暗中出现了一道光芒 戴弗斯伸手遮掩 喘不过气来 梅里斯安卓掀开兜帽 抖掉一身紧密的斗篷 原来他里面什么也没有穿 由于怀了孩子 肚腹股胀 肿胀的乳房 沉甸甸地悬在胸前 肚子大得像要爆裂 祝神保佑啊 戴弗斯 连弗斯 嘴唐 随即听到那女人 浅笑着回应 声音低沉 而沙哑 那女人的眼睛 如火红的煤炭 皮肤上 斑斑点点的汗珠 好似能自我发光 好 整个梅里斯安卓 通体放光 她喘着粗气 蹲下来 分开双腿 血液不住的 从她骨尖涌了出来 却黑如墨汁 她哭喊着 说不出是痛苦 还是狂热 又或兼而有之 不一会儿 戴弗斯看见 带着王冠的小孩头颅 自她体内挣扎几出 接着是两只手 那两只手扭动着 抓握着 黑色的手指紧紧抓住 梅里斯安卓 血流不止的大腿 推 推 直到整个影子 都进入到 这个世界 她站了起来 比戴弗斯还高 几乎触到隧道的顶部 好似小船上的 一座巨塔 在她离开之前 戴弗斯只来得及 看上一眼 那阴影 从闸门的铁条间 穿出 朝前方的水面 飞奔而去 然而 紧紧这一眼 对戴弗斯来说 已经绰绰 有余 她认得这影子 认得 映出影子的 没关系 没关系 感谢观看